borders liquid 欸 我想到漫畫室的短片我們可以怎麼做啦 好啊 那我過去找你 私信找資料 嗯 好啊 掰掰 拜拜 喂 喂 有空嗎? 嗯,好啊 我媽想去哥哥 好,拜拜 我認為漫畫 是日本最高峰的文化 當然,追溯台灣漫畫的人頭 最後還是會談到日本漫畫 追溯日本漫畫 還是會回到美式漫畫 不過 金融 揚州八怪之一 嗯 據說 這是那時五月份 他家鄉妖媚成熟的樣子 他就漫不經心的把它畫下來 這就是漫畫的起源 我覺得這種畫風根本不是我們現在所用的畫風 我們最早的畫風應該出現在 民國的子凱漫畫 而這個人就是瘋子凱 他所擁有的漫畫是這個 這個,還有這個 這個才是我們現在畫風的起源吧 我們是來這裡找台灣漫畫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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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裡都是版漫畫應該很主持啊 那你有什麼他漫畫 對耶 台灣漫畫到底在哪 這裡還有四葉妹妹 都是日本的耶 這裡還有四葉妹妹 都是日本的耶 沒有 可是他剛剛跟我說明明就在這裡 太可憐了吧 都已經沒有在漫畫區了 我們是1945到1950年的戒嚴時期 有一位作詞聯繫 所參加出來的作品 我們是說 《額頭豐撒》 這部作品呢 是在政府意識形態下所成長出來的作品 那還有一部作品是 1953年的《學友》這部雜誌 它是第一本《額頭漫畫雜誌》 接下來是要講《黃金時期》 台灣的《黃金時期》 跟我們台灣武山創作的電風時期差不多 剛才有關作家葉侯講 他是1958年出入出來 一部《綜合四海大戰》 《魔鬼堂》 那這部作品呢 是在影射出白色恐怖時期他所經歷的 他是台灣的第一位表達人物 也是見證了台灣漫畫的興衰 1958年出入出來的《模範善人宅志社》 有一位由新興出入出來的 《阿三跟漢大神國》 這部作品呢 是在講鄉下人的角度去看 都市社會生活的種種磅態 很有趣 連了隱形的心思 也是台灣第一部社會史的心照 總而言之 建議時期的背景是白色恐怖 許多作家用漫畫 而影射政治作為 黃金時期呢 當時漫畫中刊很興盛 所以台灣演員才被除 首先那時候的背景是 建議的建有文字語 政府在1966年的時候頒布了《神想制度》 導致那時候的漫畫家沒有太多的選擇 他們大多選擇放棄創作 或者是轉容當出版商 轉容當出版商的話 有自行成立出版社 或者是出版刀版的日本漫畫 後來香港也建我們台灣漫畫文化的陌落 所以就邀請我們台灣漫畫家 可以到香港去發展 後來我們台灣漫畫家陳海虎 就到香港出版了很多傑作 那他也力邀了我們台灣優秀的漫畫家 一起完成兒童教育文化故事 再來是新生期 1979年的時候 漫畫家牛哥在一次送審的過程當中 多次被雕滿 可是那時候日本漫畫卻唱透文族的 就出版了 所以他就發起了漫畫清潔運動 後來殯儀館就承諾 以後會加強日本漫畫的審查 那1987年7月解延 其實這個制度就已經自動失效了 可是到12月的時候才明定廢除 85年代後的台灣漫畫發展面的兩個問題 首先是來自國內的台灣漫畫大神 以及來自國外的日本漫畫的大量影響 當時日本漫畫佔據台灣漫畫市場的90% 而台灣漫畫卻僅在市場的12% 為什麼會產生這種差異呢 主要是當時日本有位非常著名的漫畫家 首種志從 他將電影手法引入到漫畫當中 引入整個世界的漫畫發展 而當時許多漫畫公司翻譯日本漫畫 其中也有假雜的一些暴力 以及色情的漫畫 對台灣漫畫產生了一些消極的影響 當然台灣漫畫他也有做出努力 比如說東立以及自然兩家漫畫公司 他們推出了本土的龍少年以及新少女 還有兩位本土的漫畫家鄭問以及澳幼小 首先鄭問他的代表作 俄秘建 他是凭借他的水墨畫 並且在日本漫畫大賽當中獲得優秀獎 以及敖宥祥和他的烏龍園 文明藝石 當然總的來說呢 台灣漫畫發展道路是非常坎坷的 但是他在坎坷中不斷發展 探索出適合自己的道路 我給你們表演一個敖宥祥的短句怎麼樣 好啊 好啊 我敖友祥 今年六十岁 画过乌龙院 能称大师兄 家有四男儿 我排行老师 小时多哮喘 常常要请假 落下很多课 独处画漫画 被海砖开除 独自上夜校 拼了命画画 终有人赏识 这眼镜度数 四百五到一千五 反正每天就是 在桌上 醒来的时候就在桌上 睡觉就睡在桌下面 就说好吧 那就用功夫喜剧来做一个背景 我就想出 好吧那就用师徒 师徒之间的功夫喜剧 刚开始也就是一个 两个师父 两个土地 每天就在 就一个四个漫画里面 去搞乌龙事件 所以叫乌龙院 名字是这样取来的 哼 今年六十了 还是一把手啊 还是一把手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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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